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能够拿到多少疫苗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疫苗 一直以来都是国人非常关心的话题 COVAX今天也公布了第一波会配送的名单 以疫情严重的印尼和巴西来说 是分别拿到了1370万剂和1067万剂 印度的部分以确诊病例来说的话 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感染人数超过千万的国家 首播名单上是拿到了高达9700多万剂的疫苗 而临近台湾的菲律宾也有561万剂的疫苗 新加坡的部分则是28万剂 南韩有271万剂 就连北韩有一份200万剂的疫苗 前立委郭正亮就说了 如果要按照WHO的两大分配原则 疫情严重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来说的话 有许多国家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拿到疫苗 像是加拿大人口不到4000万人就配到了190万剂 越南人口9500万人确诊病例不到2000人 结果却拿到了488万剂的疫苗 那么COVAX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谁又可以先打疫苗 这也引发了外界的讨论和质疑 对此称时中是强调了 COVAX是公开透明的平台 有多少数量给台湾 他们最后会再进行通知 虽然目前在COVAX官网的名单上是看不到台湾的 但是指挥中心是证实了台湾确实有在首播名单内 和其他非会员国一起分130万剂 但至于拿到多少数量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疫苗 目前都还是未知数